Hello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下午的时间一起来参加亚马逊SPPI团队给大家带来的Selling Partner API Guard的介绍 我是来自亚马逊的解决方案架构师,我叫关傲南 我负责亚马逊中国Selling Partner API的审计和工作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介绍关于Guard的一些信息 今天的日程首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Introduction to Guard 首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Guard是什么 Guard能给Developer带来相应的好处是什么 以及在合规化审计中它发挥的作用 之后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小的demo来给大家演示 如何在我们的生产环境中把Guard直接进行开发和部署应用 以及如何使用它 之后我们也邀请了我们中国区的开发者的伙伴 领星为大家介绍他们是如何做安全合规审计 以及Guard如何帮助他们成功的 最后我们也专门给大家预留的Q&A环节 大家可以把大家感兴趣的问题留在GoToWebinar软件的Question下面 我们会在Q&A环节逐一为大家进行解答 首先来介绍一下Guard 那么什么是Guard呢 Guard呢是一个结合了命令行以及AWS无服器应用的一套方案 它呢会部署在AWS环境里面 并且呢会持续的扫描我们开发者的生产环境 来评估开发者生产环境的应用的workload 是否满足了亚马逊的Data Protection Policy 以及Exitable Use Policy 这两个报告 那我们呢会评估所有我们的开发者的环境 是否满足他们的需要 如果呢我们的开发者有 如果我们的开发者有 如果我们的开发者有 走过我们的Developer Profile这个流程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了解啊 我们的DPP以及我们的AOP是什么 我们的安全应用 我们的应用呢都需要满足这两个条款 来进行安全的构建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Guard它的组成 以及它的功能 那Guard是什么呢 Guard是像我之前有提到啊 Guard由一系列的Advice的服务来进行组成 这里呢包含了Advice的Security Help GuardDuty Inspector Macy Advice的LAM Access Analyzer 这一系的服务 那Amazon Macy呢 可以用于检测 我们部署在Advice环境的RDS数据库 S3 DynamoDB中为加密存储的PII信息 可以用于扫描这类的信息 GuardDuty呢 可以用于监控进出VPC的网络流 S3事件 CloudTrail和DNS 并且分析这些日志和检查模式中 是否有任何的异常 此外呢 GuardDuty也可以检查我们EC2实力 ECS和EKS中是否存在恶意的软件 那Amazon Inspector呢 可以用于监控 EC2实力 ECR的存储库 以及在各个端口中是否有漏洞 以及意外的网络暴露 那Amazon的AM Access Analyzer 可以用于评估 并且给外部用户的权限 比如我们的Advice账号 参加了什么的组织 或者说有相关联的Advice的organization 那可以用于帮助我们进行评估 那Amazon Config呢 可以用于扫描我们的数据库 S3 EC2等组件 以及他们相应的配置 是否满足安全合规条款 那Security Hub是一个Advice上面的 安全性的组件的服务 它可以利用默认和自定义的 Config的规则 来验证是否满足我们的安全标准 并且呢 把以上的一系列的服务的扫描结果 汇总并生成报告 那在这里我们的Audit Control呢 在这里我们的相应服务呢 也有它的Audit Control的条款 以及对应 在这里呢 像Security Hub 它可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 Backup of Amazon Data的条款 并且监控我们是否满足 Risk Management Procedure等等 同时呢 Security Hub以及 GuardDuty 都可以帮助我们检验 我们是否满足Data Inclusion Intrances 传输中数据加密 我们的Macy呢 可以保证我们在服务端的数据加密 进行验证等等 我们的IAM的Access Analyzer呢 可以满足我们是否 可以验证我们是否满足 最小的权限原则 以及User Access Provision 那像如果我们大家了解 我们DPP条款的话 我们可能会知道 DPP的条款分为General和PII的 不同的两个项目 对于General的话 我们的要求 需要我们的开发者满足 Network Protection Access Management Lease a Privileged Policy Credential Management Increation Intrinsit Risk Management Request for Deletion 需要我们分别满足 网络保护 访问控制 最小权限原则 密钥管理 缓输中加密 风险管理和应急响应计划 以及删除 还有数据铸留等等 这些对于我们所有的开发者 这些对于我们所有的开发者都需要满足 此外 我们也对我们的PII信息 有额外更多的限制 要求我们满足数据驻流 数据治理和分类 资产管理 服务端加密 安全代码实践 监控和日志收集 漏洞扫描和管理等等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所有的developer 或者说我们的开发者 都需要follow的最佳实践 我们的guard用于扫描这一系列的 您的生产环境 并且进行上报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developer guard又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呢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它是一个简单的无服器应用 部署在我们的生产环境之中 它分别可以在安全 高效和资助三个方面 给我们带来优势 比如在secure方面 我们在安全方面 由于guard是一个 自主可控的一个无服器应用 它的整个的使用逻辑 都是在我们生产环境中 直接进行安装的 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 它是安全可控的 并且且透明的 此外呢 我们开发者可能会担心 那我的数据会不会泄露给亚马逊 其实是这样子的 guard并不是一个侵入式的业务 它会直接部署在您的 亚马逊的生产环境之中 您的所有的source data 也就是您的原始数据 始终都是在您的生产环境中的 您最后上传给亚马逊的报告 将只包含您的合规条款 以及您的不合规的一个 不合规的审计的项目 会上报给亚马逊 您的原始数据不会进行上报 那最后呢 我们生成的扫描报告呢 以及它的诊断报告呢 也都会保存在加密的S3的存储之中 此外呢 guard也是一个高效的方式 相比以前往年 我们使用人工手动审 人工审计的方式 我们目前使用了一个无服器的应用 来构建这个方案 它可以一件事的 直接在您的亚马逊的环境里面 直接进行部署 扫描您的亚马逊的环境 此外呢 不需要您人工的来进行 像往年一样的邮件回复 代码截图 配置截图等等 您只需要将其部署 它就会自动的将扫描的结果 与亚马逊进行上报 并且呢 它也都会满足我们持续的 标准化的扫描流程 并且呢 也可以在扫描结果的24小时之内 快速的上报 相比之前的邮件的来往 和证据的提交 它大大的降低了我们 开发者的使用的可用性 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使用的困难 提高了我们的可用性 并且呢 它也是一个自助式的服务 我们的开发者可以自行的决定 开启与关闭 可以自己的轻松的在自己的账户内进行部署 并且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开启 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Guard的架构图 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它的组件和功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Guard的架构图 Guard的使用呢 是使用了AWS CloudFormation在您的账户里直接进行开启和部署的 AWS CloudFormation是一种Infra-IS Code的一个编程式的一个模板 它可以通过模板直接在您的生产的环境里面 构建模板中所声明的资源 也就是说只需要下载模板 并且在模板里面输入您 并且在Advice的控制台中提交这个模板 Advice就会自动的为您创建Guard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资源 而不需要额外的配置 那在这里呢 我们整个Guard也会包括以下的几些服务 首先是S3 S3将被用于存储您的扫描的报告 以及整个Guard所需要的一些artefact 这里呢 还有SNS SNS呢 是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的缩辑 在这里呢 我们的SNS可以用于将我们整个Guard的部署流程的指引 发送到我们开发者的订阅邮箱 并且呢 也可以在扫描之后 将我们的扫描报告以SNS的邮件形式发送给我们的开发者 Advice的Lambda是一种无服务器的函数 可以运行相应的代码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代码的运行时 那这里呢 它可以提供创建任务 启动扫描 或者是清理资源等等 我们使用Guard的CLI程序呢 可以轻松的调用背后的Advice的Lambda的无服务器的函数的资源 用于创建我们的任务 并且把其上报给亚马逊 那Amazon EventBridge呢 也是另外一个用于专门做调度的Advice的组件 我们Guard呢 会创建一个EventBridge的事件总线 会在您的账户内啊 来调度整个Advice相应的服务 来创建相应的workflow 保证我们的每一个开发者的指令 能够触达给相应的资源 那此外呢 还有AAM的Identity Access Management的相应的角色 也就是我们AAM的角色 为了保障最小权限原则 我们Guard上面的所有的应用和权限 都是使用AAM来进行控制的 也就是说您的AAM来控制其中的Lambda 以及SN等等相应的一些权 角色和权限来保障他们不会被滥用 并且保证最小权限原则 此外呢Guard也包含了一个CLI的一个命令行的交互程序 通过CraftFormation在您的环境当中进行创建的 也会额外创建一台EC2 EC2的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呢用于我们的开发者和我们Advice的Guard 和我们Selling Partner API Guard来进行直接的交互 使用我们Guard的CLI程序来进行交互 比如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命令行 发送Enable Services来在我们的账户中开启这一系列的服务 也可以使用Start Scan来触发我们整个的一个扫描的任务 并且把整个命令下放给整个一系列Guard的背后的Service和服务 最后呢它也可以发送Report to Amazon 这个命令创建完之后呢 它会通过SNS来进行触达 把我们整个的这一系列的扫描报告呢 发送给亚马逊来进行Review 相比之前的审计流程呢 整个的环境呢是可以直接在您账号中进行部署的 更加自动化也更加灵活 并且呢它也是对您透明可用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uard如何在您的环境中进行使用 哈喽目前听不到声音吗 哈喽我看线上直播同事有说有提到这边听不到声音 现在又OK吗 哈喽哈喽 能不能麻烦如果能听到 那个奥南能不能麻烦就是有听到的声音的这个 呃参会者能不能在我们的问题里面留个言 或者说在消息栏里面留个言表示您能听到 OKOK现在可以听到了哈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Guard的一个安装的流程和体验 首先呢Guard像我刚开始提到的 它是一个CloudFormation模式来部署的一个应用 它通过我们的Inference Code的形式直接在您的账户中部署 那这也是它的简单的部署的模式 此外呢它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个CLI的命令行的交互的方式 那正如我们提到 它会在您的环境中创建一台EC2的server服务器 那这台server服务器呢可以供您来给整个Guard的后台服务来进行交互 在我们环境中创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登录到EC2的服务器就可以使用到我们的命令行工具了 最后呢它也可以自动化的将报告生成 并且呢发送到您的开发者账户的邮箱 以及对应的S3桶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如何使用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进行安装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Seller Central后台 在这边呢我们选择Partner Network之后呢 我们进入Developer Apps 就可以看到大家平常使用SPPI进行提交应用的一个界面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对我们的UI进行了更新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最新新Launch的Selling Partner API Guard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击Getting Start来进入到Guard相关的介绍 并且呢可以直接在我们账户中进行部署 点击Getting Start之后呢 我们进入到Guard的详情界面 这里呢有一个Guard的基础介绍 包含了其中的AWS的服务 以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开发者使用 如果我们的开发者使用是我们的AWS亚马逊云科技的中国的账户呢 我们可以点击下面的CN AWS账户 这样呢可以直接在您的亚马逊中国的AWS的环境里面 将您的Guard部署起来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海外的Global账户呢 可以直接选用第一个按钮来在您的AWS的CrowFormation里面进行部署 好的 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跳转到AWS亚马逊云的一个控制台 在亚马逊云这里面呢 我们进入到了我们Infraies Code的CrowFormation的一个部署流程里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会创建一个CrowFormation的一个Stack 一个部署的对战 之后呢 我们也需要填写相应的参数 比如Developer Email 以及Merchant Token Developer Email在这里填写的过程中呢 用于我们给您发送Guard的任命令行的交互的信息 以及扫描报告 您在这里填完之后呢 我们会通过SNS的消息推送服务 将您的扫描报告发送到您的开发者邮箱里 此外呢 Merchant Token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识别标识 这个Merchant Token呢 可以用于识别我们的开发者账户所在的303车后台的一个卖家店铺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的SPPI团队可以将您的Merchant Token和您的开发者账户进行绑定和识别 以便于评估您的生产环境的Workload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何来拿到我们的Merchant Token 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同事呢 其实是开发并不了解亚马逊的后台运营 也并不知道Merchant Token是什么 这一部分呢 可以给我们的相关的运营同事介绍 让我们的运营同事呢 去提取我们的Merchant Token 只有有了Merchant Token之后呢 我们的SPPI团队才能够识别我们的开发者账户所在的一个店铺 以及相对应的信息 在这里呢 这个是我们亚马逊的卖家后台界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通过右上角 这个设置里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Account Info的界面 在Account Info界面呢 下面有一些相关的开发者的信息 或者说店铺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可以点击Merchant Token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店铺的一个Token 选择店铺的Token填写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到我们下一步创建 这里呢 需要我们勾选 因为这里呢 创建服务会需要相应的Advice上的账号的权限 我们勾选之后呢 它就可以在我们账户里面直接进行创建了 以上呢 是我们CloudFormation 也就是亚马逊云的一个 Infraise Code的一个创建的模式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Selling Center后台 点击我们的创建 接下来呢 就会跳转到亚马逊云的控制台界面 它呢 会在我们亚马逊云的控制界面里面呢 根据我们所提交的开发者邮箱 以及Merchant Token 为我们来创建整个一个 我们开发者账户的一个Guard的一个 无缚器应用和服务之后呢 它就会进属到我们的一个创建的流程 整个流程呢都是自动的 并不需要我们做过多的干预 除了一个额外小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会创建一个SNS的通知 也就是用于我们发邮件订阅的一个通知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在点击创建完成之后呢 由于我们刚才提交了我们developer的email 它呢 可能会发一个这样的一个链接 发给到我们的邮箱里 我们时刻注意着我们的邮箱 我们邮箱呢 会收到这样一封邮件 让我们去订阅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点击 可以来进行订阅 订阅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收到Guard CLI 或者说我们的Guard整个安装指引 给我们发来的一个邮件的通知 我们在安装中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通过email的形式 发到我们开发者所预留的一个邮箱里面 之后呢 我们的扫描报告 也会以类似的形式 通过SNS的订阅 发到我们的email留的地址里面 通过邮箱来进行通信 这个呢 就是整个的一个安装的流程 订阅完成之后 在我们所有的应用都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最后就会下放我们一个 EC2的一个控制台链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Guard 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使用是一个 使用的操作是怎么样子的 接着上文 因为我们有直接创建了 我们的SNS渠道 所以呢 我们的亚马逊的Guard 也可以给我们发送邮件 那在发送邮件的同时 在创建完成之后呢 亚马逊的SPP Guard 会给我们发送一个 AWS EC2的服务的一个登录的链接 那这个链接呢 可以用于通过浏览器的方式 登录到我们EC2服务器之上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那个链接 接下来呢 它调用了System Manager的一个服务 来进行Session Manager的管理 这个呢 是我们EC2的一个服务 可以帮助我们使用 可以帮助我们使用浏览器的方式 通过浏览器来直接进行 服务器的登录和绘画 在绘画过程中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按照我们Guard的流程 来进行调用了 首先我们参考Guard的官方文档 进入到Guard的一个工作屋路径下面 我们CD to Guard CLI下面 我们change到Directory 到Guard CLI里面 我们首先需要速度来运行Enable Services 在这里我们速度运行了Enable Services 这里呢 会检查我们Advice的Credential的信息 然后并且呢 对我们Advice账户里面 所有的服务来进行开启 包含我们之前有提到的Macy Security Hub等等 会将我们安全扫描的 一系列的Advice的应用进行开启 接着呢 他会问我们是否同意 我们来扫描您的S3统里的PII信息 这里呢 我们选择是 之后呢 就可以来进行配置 来扫描您的Advice账户里面的PII信息 之后呢 我们选择Enable GuardDuty 来扫描您相应的GuardDuty 所能扫描的一些资源 以及呢 开启Access Analyzer 来扫描您的全线访问控制的资源 这里呢 我们每一步都点击Yes 来进行开启 之后呢 还会问我们是否会开启 我们EC2的Instance的 Unintended Network Vulnerability的访问的检查 这里呢 我们会检查我们的网络访问控制的权限 来判断我们是否有Unintended Network的访问 这也是满足我们DPP流程的其中的一条 最后呢 我们会开启Security Hub Security Hub会在您的整个控制台中 汇总整个所有的资源 并且生成报告 运行完这个命令之后呢 我们就会在您的整个的Advice环境里面 将Guard所需要的一些后台的component 或者说service和服务进行开启 它会开启我们所需要的 它会开启我们所需要的 比如Macy Security Hub等等这一些资源 用于进行安全合规的扫描 这里呢 我们会每一步都需要进行同意 之后呢 才会开启 接下来呢 我们参考文档里面所提到的 Guard CLI Start Scan 运行这个命令呢 还是需要速度的权限 我们速度运行 Guard Start Scan 运行之后呢 它会在您的环境开启 我们的扫描任务 会有我们后台的Event Bridge 以及我们的Lamina等等 来进行触发 将您的Advice上面的资源的 进行扫描 这个扫描的报告呢 会在24小时之后再进行生成 如果我们留了developer的邮件 Email的话 它会在扫描结束之后 发到您的邮箱之中 给我们进行确认 这里呢 我们还是选择yes 来进行下一步 这样呢 就会创建一个扫描的任务了 在24小时之后呢 它就会进行扫描和上报 这里呢 还有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选择 是否将其report to Amazon 这里呢 大家可以选择是 来将我们扫描的结果 同样上报给亚马逊 这样呢 亚马逊可以安全的评估 您的生产环境 是否满足我们的DPP条款 我们再参考这里 我们也可以自己选择 主动的形式来进行上报 比如 我们在每一次扫描结果之后 我们都可以自己来运行report to Amazon 这个命令 来将我们的Guard的扫描的结果 自主的上报给亚马逊 以便于亚马逊 对于开发者的账户安全来进行评估 好的 以上就是Guard的整个的安装的流程 以及它的使用的简单的介绍 首先 我们先是使用了CloudFormation 在我们的账户里开启了Guard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资源 之后呢 Guard会通过SNS以email的形式 向我们发送我们的一个邮箱的 向我们的邮箱发送我们的浏览器访问的链接 我们接下来呢 通过链接来登录到我们后台的服务器上 通过服务器中的命令行 来对我们Guard所需要的资源进行控制 在24小时之后呢 我们就会收到样例的这样一个report report里面呢 提到了我们所需要的 会提到我们整个亚马逊账户所存在的一些资源 比如我们的EC2 比如我们的SNS Topic 像比如说我们订阅了消息通知的一些服务的话 会有SNS Topic 或者说我们使用了EC2服务器的话 会有相应的服务器的EBS的检查 以及这里还有SN Topic相应的一些事件的检查 以及Lambda 以及它的权限控制的一些检查 这里呢 也都包好了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信息 此外呢 如果我们RDS数据库有一些 misconfig的配置 以及snapshot加密等等信息 也都会被Guard进行扫描和检查 这里呢 也都会列举我们的扫描的来源 对应的TPP的条款 以及他们目前的状态 是否是complement or not 是否符合合规政策 以及呢 它会包含我们的service name 以及它的severity 它的安全等级从低到高 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在紧急 用于评估 我们是否应该在紧急的状态下 立即进行修复 同时呢 它也包含了我们EBS资源的ARN 我们可以轻松的将ARN进行复制 在我们的EBS账户里寻找到相应的资源 最后呢 这也提供了相应的recommendation指引 告诉了我们如何来对相应的资源进行修复 接下来是cleanup 在这些资源创建完成之后 如果我们不需要继续使用Guard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形式来进行卸载 我们还是CD到Guard的工作目录下面 来运行这个命令 我们再回到文档里面 我们复制这个速度这个命令 来将我们的Guard的整个服务来进行卸载 之后呢 大概预计在15分钟之后 我们的自主的卸载的任务呢 会将您的整个资源进行卸载 大概会在15分钟左右 那15分钟过后呢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CloudFormation界面 CloudFormation就是最开始的Infra-IS Code 以模板形式创建资源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删除我们最开始的模板 以及模板所创建的资源的对战 我们将其进行删除 可以在Event事件列表里呢 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删除的任务 以及进度 在确认无误之后呢 我们可以二次教验 Guard所开启的一些服务 比如GuardDuty用于扫描 MASI用于扫描PNI Security Hub以及Config 扫描误配置等等 我们可以呢 再回到我们的 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的Advice的控制台界面 来对这些服务进行访问 来判断我们是否有删除成功 我们可以参考文档 对应到进入到我们相应的服务当中 对这些服务进行suspend 进行关闭 在这里呢 我们对相应的其他的每一个服务进行关闭 这样呢 整个扫描任务就已经关闭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闭Security Hub 以及Advice Config 我们还是登录到Security Hub的控制台界面 就进行删除 那以上呢 就是整个他的一个删除的流程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先是通过CLI命令 来删除Guard所创建的一些依赖的资源 之后呢 我们通过Crawl Formation的模板的回滚 将其进行删除 删除我们所有通过Crawl Formation创建的资源 最后呢 我们还是通过控制台的形式 校验我们所开启的一些服务 Guard Duty等等 来确认他们已经被suspend的关闭掉 以上就是整个Guard的卸载的流程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们的开发者 领星 我们今天邀请了领星的高级数据产品 高级开发工程师侯颖坤 来为我们介绍领星是如何满足Amazon的DPP流程 以及使用Guard来帮助他们完成合规化审计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领星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能收到亚马逊SA API团队的邀请 来参加这次关于亚马逊新上线的自动化审计工具 Selling Partner API Guard的演讲 我是来自的领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数据开发工程师侯颖坤 我在领星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负责Selling Partner API的数据采集 以在数据源头满足各位跨境电商从业者 对亚马逊电商数据的实时性、准确性以及业务可用性的需求 领星ERP是业内非常有名的跨境电商ERP产品 为各种类型的跨境电商提供一站式精细化管理服务 致力于让跨境电商更简单 通过线上五年的成长 领星ERP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数据治理经验 将微服务、流失数据处理、业务中台、多饭式的多租户管理等技术难点 逐一攻破 并做到了高效率、高质量的交付能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 作为第三方服务商 我们严格遵守亚马逊的安全条款 如Data Protection Policy,简称DPP DPP的条款也有不少 我们认为其中重要程度最高的就是PII数据的处理 PII的全称是Personalit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典型的PII数据就是买家的地址、邮箱等 领星向亚马逊申请Direct-to-Consumer Shipping等受限角色 以获取请求PII数据的权限 并用于自发货等功能 下面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些领星ERP处理PII数据的策略 首先领星ERP获取PII数据的主要方式 是通过Selling Partner的Token API获取Registic Data Token 简称RDT,并通过RDT紧收受限的资源 与RDT相对应的概念是Assess Token 通过卖家授权获取 用于请求不带PII数据的接口 Token API是Selling Partner的API提供的一种 访问买家个人信息的安全机制 没有经过授权的服务商 是无法访问Token API的 举个订单对接Token API的例子 如果不通过Token API获取RDT 而通过普通的卖家授权获取Assess Token的话 订单接口就无法返回PII数据 这种机制可以精细化控制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以防止对PII数据的滥用 其次 领星对核种业务能够访问PII数据 是通过Selling Partner请求网关的方式来管控的 请求网关会记录请求日志以满足审计的需求 并将PII数据与非PII数据隔离 请求的日志会存储保留至少90天 PII数据以AES256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 其中 非PII数据与PII数据会存储在不一样的存储界之中 PII数据在存储系统中设置28天的过期时间 到期会被存储系统自助清除 此外加密的密钥通过KMS系统管理 以保证密钥的安全性 如果请求日志中有任何异常情况 如请求量异常或者扫描的数据量异常 则会通过告警告知到领星的安全部门 并立即展开调查 上面提到的措施 仅是领星安全框架的冰山一角 领星为了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 不仅有PII数据的处理方案 还有各种规章制度 还有付费的安全服务 以及配套的团队来促进落地 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往年接受亚马逊审计的方式 通常亚马逊在需要审计时 会先指定第三方审计公司 来对服务商进行审计 如最近一次负责审计领星ERP的公司 是德行中国 德行是一家奉行三驾马车发展战略的服务公司 三驾马车分别是 审计、税务与商务咨询 其中德行的审计业务在中国位列第一梯队 并在德行自身的业务量中 有40%的占比 与德行的接触中 我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 德行在传统审计领域中 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性 往年的审计一般来说有三个阶段 分别为审计准备阶段 线上审计阶段 与取证阶段 在审计准备阶段时 亚马逊解决方案架构师团队 会向我们发送邮件沟通线上审计日期和审计的大纲 我们需要在约定的日期前准备好各种可能会用上的材料 如公司开展的业务 以及相关团队信息 整体架构图 以及各种安全性政策等等 在这个阶段 由于亚马逊发送的邮件只是一份审计大纲 我们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去尽可能地对每一个环节做review 根据经验 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去review流程和准备材料 对我们交付功能的速度影响不可小觑 大概在收到邮件的一个月之后 线上审计如约而至 会议的形式是 审计人员与我们进行一些问答交流 例如询问我们是如何管控不同人员 对线上数据的访问权限 我们是如何追踪应用程序对数据的各种操作 以及对整体环境是否有定期做渗透测试等等 我们的回答会被审计人员记录在案 并要求以邮件的方式提供代码样例 配置截图 用户日志 以及漏洞扫描报告等证明 线上会议结束后 审计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仍需要进行多轮取证和邮件沟通 整个审计周期会长达一到两个月 整体来看 我们至少陆陆续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付出了五个核心对接人员 若干配合review的项目团队的人力资源 来配合这一次审计 从我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亚马逊 还是我们付出的成本都是很高的 以至于审计这一件对用户数据安全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年却只能做一次 不过Guard这项工具的诞生 让整个环节以高效率地成本的方式去运作成为了可能 今年年初我们有幸参加了Guard工具的内测 并亲自体验到了自动化审计的高效性 整个使用Guard的审计流程 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阶段 即AWS云资源扫描阶段 和各个项目团队根据扫描结果整改的阶段 其中第一阶段全程只需要一名AWS DevOps工程师参与 他的职责为准备Guard云资源 运行Guard脚本 和管控Guard生成的云资源的生命周期 我们从开始操作到得到报告 仅等待了大约一天的时间 无论是从人力成本还是时间成本 还有审计的效果来看 Guard都给亚马逊和我们带来了质的改善 可以看到采用了Guard之后 我们的审计人力 从五名核心对接人员 加入干明负责review流程的开发人员 减少到了一名AWS DevOps工程师 我们准备材料的时间 直接被替换成了等待Guard生成报告的 约为一天左右的时间 我们也不用再担心我们准备的内容是否充分 只要按照生成的报告内容尽快整改即可 采用Guard以后 我们的开发流程也可以做出相当程度的优化 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版本管理机制 我们一直奉行数据服务版本先行的理念 即在用户体验新功能之前 新功能的数据服务会先到达生产环境 但还无法被产品前端调用 在这种机制下 我们可以根据产品定义的可用性标准扫描数据 数据只有到达了验收标准 才会录据开放给客户使用 根据规章制度 我们会在每个需求的审核环节 确定该需求是否涉及PIA数据 以及如何针对该功能的数据链路处理这些数据 然而这种方式严格来说并没有听上去的那么安全 因为仅从局部的流程把控 不能够证明数据在全局是安全的 而采用Guard以后 我们可以在数据服务版本先行的阶段 加入Guard的自动化审计这个环节 以保证每个版本在用户感知之前 就能清除掉所有的数据安全风险 我们为安全付出的努力 都是可信且有效的 回过头来看 我们也受到了不少启发 即从数据的角度检测 会比流程上的管控更有意义 一旦事情一旦确定 自动化远比人工高效 云与DevOps力量非常强大 价值非常可观 该工具完全可以将审计常态化 这样不仅保护了用户的数据安全 还提高了我们服务商开发功能的效能 还高了整个行业在效率与安全的平衡点 造福各行各业的跨级电商们 最后我们也稍微展示一下 我们近期的审计报告的截图 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简讲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也感谢各方为用户数据安全付出的努力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领星为我们带来的 他们的公司的安全合规实践 以及他们使用Guard的一个相关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 如果大家对集成Guard 以及使用上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屏幕这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SP API Guard的中文部署指南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来阅读如何在您的环境中开启Guard的应用 以及如何上传扫描报告 返回给亚马逊 在文后也有给大家提供技术支持的方式 如果大家在Guard中有遇到任何形式的困难 可以在这里通过Github的issue 以及我们的Amazon的Quest Support Cases方式 来与我们获得联络 以上就是这些信息了 感谢观看